基督教要义每日灵修 由蒙昭的牧师来宣讲圣道 因为他们是软弱卑贱的人 会削弱圣道的神圣权柄 其实这种论调显示了他们自己是忘恩负义的 因为在神赐给人类众多优越的恩赐中 他定义将奉差遣的人之嘴和舌头分别为圣归属他自己 为了要用他们的口来传他的声音 这是何等与众不同的特别恩赐 所以我们千万不可拒绝以顺服的心来领受救恩的教义 这是神亲自吩咐与亲口所传讲的 因为虽然神的大能不被外在的传讲方式所捆绑 然而他要我们顺从此正常的教导方式 许多狂热分子因拒绝守住这正常的方法 就落入许多致命的陷阱中 许多人出于骄傲成见或抗争 认为自己读经默想就可以得到足够的益处 他们因此轻看藐视公众聚会 也是讲道为多余的 然而他们等于在竭力破坏神教会的神圣合一 所以凡以此恶心离开教会的人 就不能逃避公义的刑罚 也必自己欺哄自己 陷入瘟疫般的错谬和污秽的幻想 因此为了使纯正的圣道信仰在我们当中兴旺 让我们毫不犹豫使用这操练敬前的方式 这是神所预定设立的 所以显明是必须的且是神所喜悦的 从来没有人 连疯狂的野蛮人也没有 会叫我们向神掩耳 然而每一时代的先知和敬前的教师 都必须与不敬前之人征战 因这些人出于自己的悖逆 拒绝顺服神借先知教师 以人类语言的教导 这就如同拒绝神的面光 借着教导照亮我们 神吩咐古时的信徒 在圣所中寻求他的面 这也是旧约圣经多处的记载 这并无其他原因 乃是因为对他们而言 律法的教导和先知的劝勉 是彰显神活泼的形象 正如保罗所宣告的 在他的讲道中 神荣耀的光 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